打开卫瑞输码磨切机软件 点击进入 然后添加需要磨切的道路文件 选择半切 选中需要磨切的图形 保存至工作列表前 先输入文件编号 切割板数 然后点击确定 文件保存到工作列表 然后添加换单文件 选择半切 选中磨切图形 保存 输入文件编号 切割板数后点击确定 然后右键选择需要磨切的文件 然后左键点击从实处开始切割 文件发送到机器后 移动方向键 熊雕传感器找到汇标后 点击确定 开始 翻炒 一盖 1-2 2 3 1 2 1 2